訪問你 歡迎大家 attention 一起練習文 今天要看的新聞 都是跟這個草物有關的 我一看到這些草物的新聞 就好像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關於三架線 可以讓一些草物 跟主人一起看風景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这个三文是什么呢 新港线上可以带宠物出宓的示范室 日本第一辆草物专用新钢事列车在日本运营 21日由东日本进行了专门为攜带草物的乘客运营新钢事列车的示范实验 通常情况下草物需要被关在笼里面 但它们已经将它们放在右盖的座位等上 在登机后40分钟可以放在车里面 使用后的车终于在兽衣指导下进行清洁 过去在飞机和其他铁路上也有出笼登机的例子 但这是第一次乘坐新钢线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新闻 不知各位又养草物的朋友又怎样看 你会不会带你的小狗去乘坐新钢线呢? 因为我是养猫的 所以无法体验这个服务 但如果我是狗主人的话 我都很开心 我都很想和它们一起搭 因为如果大家有和草物搭过飞机 就知道了 很多草物需要去另外一个 好像货机的位置 不可以坐我们客机的位置 因为安全的原因等等 但身为主人其实很不放心 最希望可以和它们一起坐 日本的新钢线有这个服务之后 我相信很多草物的主人 就可以带同它们的草物 一起游览日本 不知大家有什么意见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订阅和分享出去 我们下星期 不是我们今天星期三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